年近75岁的艺术家许俊达 30多岁就站上了国际舞台 替正眼法师以及他的恩师 教宗若望宝露六世的名人雕刻 而细腻豪雕的经验成为台湾之光 一生坚持游走于艺术 甚至西化也难不倒他 而目前在花莲市郭子旧音乐文化馆 举办2023许俊达个人艺术创作展 首场的个展 展出十多年来超过30幅的西化作品 直日起展出到28号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对于艺术的启蒙盛早 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书法辉豪 当年父亲反对走艺术这条路 年近75岁的艺术家许俊达 因为坚持梦想 如今打开了艺术专长领域 30多岁就替正眼法师 教宗若望宝露六世展名人雕刻 经验的细腻豪雕成为台湾之光 甚至连西化都难不倒他 日前于画链线过子旧音乐文化馆 举办2023许俊达个人艺术创作展 首场个展 展出十年来超过30幅的西化作品 因为要想完自己的心情 把以前的作品拿出来以后看到 就把它表框 就摆在家里自己欣赏 结果周老师就想说 你可以去弄 其实我不喜欢自视的那种开展的感觉 那就现在莉莉 花美达 安可摆了几张以后 我感觉也不错 跟大家一种分享 就是这样而已 那老师就把我移过来这边 我就是这么简单 我也没有刻意的说要想表达什么 只是当年的那种画的心情 现在去回味一下当时的那份的喜悦 那现在看了以后也是喜悦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应该都是自己的心情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的学习 就是每一次每一个阶段的画风 会有一点改变 就是完全就是心情 心情就是乱涂乱画 就把自己的心情玩出来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这一次去表框 我也是很高兴 我表了一百多张 就是自己 纯粹就是为了玩自己的心情 受锅子旧文化艺术基金会 执行长周更利的邀请 加家中收藏的绘画 跳脱智识开幕的框架 一一公开陈列分享 运用水彩 压克力和广告颜料等媒材 用西化方式玩色彩玩心情 展现缤纷色彩与爆发力 希望透过该展 向观众传递对艺术创作的坚持与热衷 也回味当年绘画的心情和喜悦 此一期展出是12月28日 在莉莉华美达安可饭店 同步展出12张璀璨系列画作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得蒋方业火灵师报导 回咱们这期展出 did